女人为了完美自拍,引起美国整形外科手术的需求,上升了25%,看来自拍人已经越来越疯狂的了,从明星到个人在等国家元首,都在玩自拍,又到年底各种盘点的时候了,美国《时代》杂志年度十大自拍新鲜出炉,2014年,受关注的自拍照片不少,第一位就数破了世界转发系录的好莱坞影星群照,其他上榜的自拍照或尴尬,或搞笑,或有正妖们的参与, 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高,人们越来越倾向在往上互动,相信未来有更多有趣的自拍照涌现出来,榜首,3月3日,美国2014年度奥斯卡颁奖典礼上,主持人艾伦德杰尼勒斯在现场,拉着一帮好莱坞巨星合照,照片里有詹妮弗·劳伦斯,朱利亚罗伯茨,凯文史派西,布拉德匹克,安吉利娜朱莉等集中演员,自拍照经过艾伦德推特账号发布后, 转发量当天就破世界纪录,至今共有336.9万条转发,亚军,美国副总统拜登今年4月入驻Instagram社交平台后,上传了一张他与总统奥大马,在一辆车后座的自拍照, 据称两人当时正在去往宾州宣布,增加职业培训资金投入,自拍照获得6.3万个赞,到大利亚区分球运动员泰勒,在参加英联邦运动会时, 惊讶发现他与队员自拍照背景中,出现了英国女王的微笑,美国奥马哈使一名少年逮到集会, 与保罗·麦卡特尼和巴菲特拍了一张合影,美国宇航局的号机号火星车,在6月24日,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,纪念自己第一次度过在火星上的生日, 此时距离他第一次登陆火星,已经有687天,今年夏天的西班牙潘普洛纳奔牛节省,一名男子在两头愤怒奔跑斗牛前自拍,他的危险行为违法了当地法律,因而遭到警方通缉,据悉他最后被罚款4100美元, 美国青年麦克尔到一条火车铁尾旁边自拍,樱战的过于靠近火车轨道,结果一辆货车驶过时,司机一脚踢中了他的头部, 麦克尔对自己被踢中感到兴奋,整个过程被拍成短片,视频上传后有超过数百万人点击观看,美国乡村歌手布拉勒派斯里,在一群抗议他格取上帝憎恨9岁的宗教人士前自拍, 2014年,世界杯七点,德国队大比分击败土桃牙队后,球员波多尔斯基兴奋,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自拍纪念胜利, 美国娱乐街明远金卡带山,在泰国与大象自拍合约,结果差点遭到大象攻击,只能狼狈逃走。